喜欢帮忙的小猴 从前在森林中 有一个喜欢帮助动物的小猴子 它每次看见其他动物有困难 都会主动帮助它们 它帮助过大象、小白兔、小灰狼等等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这只小猴子 有一天,小猴到小河边玩耍 正好碰见长颈鹿叔叔 小猴看见长颈鹿叔叔弯下脖子喝水 长颈鹿叔叔没喝多少水就抬起脖子 然后在河边休息 小猴子看着长颈鹿叔叔长长的脖子 觉得它喝水肯定很费力 它开始想办法帮助长颈鹿叔叔喝水 它灵机一动 快速地跑回家 然后提了两个小桶到河边 小猴子不声不响地挑了两桶水 然后站在高高的地方 把水送到长颈鹿大叔叔的嘴边上 小猴子对长颈鹿说 叔叔,你快喝点水吧 你肯定渴了 长颈鹿看着懂事的小猴 默默地朝它点点头 然后咕咚咕咚开始大口喝起来 后来小猴子听别的小动物说 这个长颈鹿叔叔是哑巴 平时不用喝那么多水 它只要多吃点树上的叶子就可以了 因为叶子里面会有水分 小猴子总是不由自主地帮助别人 又有一天 小猴看见骆驼大伯收拾东西 要到沙漠里帮助别人搬运货物 小猴子觉得骆驼大伯特别辛苦 它又想帮助骆驼大伯 小猴子又跑回家提了一个大大的桶子 然后装满水 提到骆驼大伯面前 心疼地对骆驼大伯说 大伯 你收拾这么多东西 一定很辛苦了 快喝点水 骆驼大伯开心地喝了起来 骆驼大伯觉得小猴子特别懂事 他告诉小猴子 虽然我要走很久的路 但是即使不吃不喝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背上的驼风有氧料 背里面也藏了足够路上用的食物 我还有一个冰冷的鼻子 能够在呼吸时吸进一点点水气 呼出的气又很冷 这样可以节省体内的水分 小猴听了高兴地说 这样就好 大伯 一路平安